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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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到1200cV 但是因為我們的電池只有84千瓦 所以它可以供的電量 只能760瓶 所以其實就是最後還是會因為 能源的限制啦 對 但是好帥喔 而且它大概range 400多公里 不是很多 但我覺得台灣OK啦 對 而且畢竟是跑車嘛 你不是開去環島的 我們今天剛好在賽道 好想拿它下去 真的真的 看它釋放我們右腳動能回充 其實這部車我覺得外觀上 它真的保持了馬斯拉里該有的風範 非常漂亮的水箱護照 這是封閉式的 因為我們也不需要撞風啊 對對對 我們只需要造型 它的空力也從之前的2.8 降到0.26這樣 對 所以是空氣力學上是有加強的 但是最主要是水缸 對 水缸忍不住就刷卡 一言不合就買單 刷了會爆 沒有 葉秉德會借我們錢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它最漂亮 真的是它內裝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一定要好好看它的椅子 對啊 然後它的鋪陳質感啊 新的這個設計語彙 就是一個舞者的那種 就是跳芭蕾舞啊 然後迅速拍下來那個瞬間的moment 那種灰灰衣袖 Pure Maserati的設計 對 你看義大利人 真的很有那種藝術氣息對不對 而且它是延伸到儀表 還有能上 其實它的Sona's Faber 桶哥的音響非常有研究 但是我有車主朋友跟我說 Sona's Faber的音響啊 你如果在裡面好好的去欣賞 因為這個雞皮疙瘩會豎起來耶 因為它現在是電動車 我相信在裡面的感官啊 耳朵的享受應該會更棒 Sona's Faber對一般人不了解 它實際上是義大利第一品牌的 喇叭的供應商 就是它在加油音響其實也是非常頂級的 通常是用貼皮的 它是石心的 是石心的葡萄木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音響在發出聲音的時候 它是會有一個共振 小小的共振 那它是可以發揮更好的低音 如果是用這個石心木頭 感覺那個聲音會被它整個在捧住 對會整個捧住 金屬的材質的話 那你高音會比較尖 你會比如說聽人聲 你會比較沒有那個暖的感覺 雖然高頻很棒 但是實際上 我們要聽的是自然的聲音 反而是像純木頭啊 純木材 那種材質或是真皮 做出來的材料 會給你很好的感受 對 大家一定要進看 童哥你去坐駕駛做保護吧 對啊 就自己的車 肯定是會有點跌坐進來的 大家仔細看 你會注意到整個車室的 兩個繽紛的顏色 我覺得它做這種藍跟米白的那種搭配 很搭 對 好年輕喔 對 而且真的就是豪華的感覺 雖然它還是很有戰鬥感 但是其實看起來就是奢華的感覺 有那種名牌包 那種氣氛有沒有 像這個鴨的紋路 真的是有耶 對 包括它的Grand Tresmo的字樣 一點都沒馬虎 這個是怎麼開 按這嗎 開 對 OMG它裡面真的就是高級豪宅 優雅的做每件事情 這個也有那種珠寶盒的感覺 這個有編織感耶 就是珠寶盒 其實它也有一點點 微微像你這種駕駛導向 而且它有無線通電喔 有有有 到了899萬 該要有了 要吧 然後有極大的換檔撥片 滿足你極大的操控樂趣 就是說這個899萬的價錢 我相信這台還不止啦 因為有選配 對對對 但是必須說 以電動車來講 這樣子車子給你的豪華度 確實不是 譬如說很尖端的電動車 那一裝可能標榜環保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很簡約的 相對簡約很多 相對簡約很多 但是義大利人它就是 一些基本要給你的 它就是luxury的那一塊 它沒有要放的 對對對 就是你進來用東西要elegant 然後看起來要luxury 你看這個高音的喇叭 這個就很漂亮 怎麼這麼漂亮 很有質感 所以其實我覺得細節裡面 包括它的時鐘 它現在也是多功能這個選擇 然後它的上面的質感 摸起來都非常好 包括它現在它的這個 溫度 你不要吹風就把它關起來 對對對 這些質感都是給你的高級車 或者說義大利豪華品牌 該給你的 因為我們必須要說 這樣的車到底是什麼體驗 以電動車來講 這樣的車 我講真的市場上還沒有 還沒有 而且你知道它有聲浪 V8聲浪 沒錯 那聽起來有點像 狂暴的捷運 還是有電動感 但是它有一點聲浪 讓你覺得 我喜歡那個原本的內燃機 我喜歡高動力的 它也可以給你這種感覺 沒錯 後面的椅子我覺得 也是全尺寸啊 它沒有把後座隨便坐坐 後面還有Type-C跟USB耶 然後一樣有杯架 一樣有防滑 一樣有出風口耶 而且它有標榜喔 它說這是世界上 重心最低的電動車 因為它的電池 不是只是鋪在地板上 包括通常的中央中安座 讓我們放東西的那一個 對 裡面本來是傳動軸 但是現在不用 就是電池鋪在這邊跟下面 那當然因為它們 也是做超跑起家的 所以它可以設計到 很好的重心 所以這台車 雖然看起來像一台豪華GT 但是操控上它應該是很棒 好想開出去喔 對 很期待 所以就記得就是說 雖然大家說 899萬 OK 但是我想以電動車來講 這絕對是有它 自己獨特的市場 對 它一定有它的調教對不對 對 但如果你說 電動車我可能不需要 到這麼狂旺的760匹的話 其實也有各位GT的 電動版選項 實用一定有 但是我覺得它給你多一個選擇 但這部車我覺得 開出去就是帥 你不用覺得說 我是為了要環保 你知道嗎 我這部車我就是要開帥 但是我要享受所有電車 該有的這個寧靜度啊 加速性啊 一般車不要隨便來試它 會熟的 不要看你還沒點 因為這是一般具體 沒錯 我可是超跑級的 但如果你是比較愛家的話 Forgore 它長相其實就是GT的樣貌 但是水上物照不一樣囉 水上物照它有點呼應這種 芭蕾舞者的感覺 它有點橫的這樣放上去 但其實感覺整個車子的氛圍 也很不一樣 馬力數大概就是550匹 也很厲害 其實就是 台北市區一定夠用 550匹就是Grand Turismo的馬力 對 或者說至少是Trofeo的馬力 還要高一點 對 算起來比Trofeo划算喔 你有馬力來算的話 對對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享受那個鷹青 然後咆哮的聲音跟燃爆 那不一樣的屬性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小小的surprise 其實基本上我們今天是要來賽道上 感受一下Marshalli的Performance 還有它兼顧Luxury那面 但是意外賺到這兩台電動車 應該我覺得如果車主都有來看的話 應該好感度會很高 對啊 你看它裡面那一裝 真的做得很有質感喔 它在科技上面完全是跟上時代 你看導航啊 什麼這些都有 然後你要調整你的風啊 然後進出啊什麼全部都有 對 其實就像我們之前在試一樣 你要Performance模式 然後你車子的動力啊 導引啊那個全部 就算是電動車 我也比照我油車一樣 因為它把這個操控 也放到它第一位 對 一帶一人有它的堅持 而且我相信 對於現有Marshalli的車主來講 這兩部車應該是很好上手 享受到更多的這個豪華科技 而且 新的LOGO 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也是有呼應 Woozer Feel的 雖然不是啦 但是它是有所有的水餃護照 然後它的車側一定是平靶的 對 就是要降低它的風阻 因為我好喜歡這個古銅色喔 對啊 一直覺得電動車應該是來點藍啊什麼 可是因為它是Thunder 閃電 對 古銅色閃電 很漂亮 這個輪圈呢 因為統哥真的非常喜歡 Marshalli的圈你知道嗎 它的三叉戟 海繩的這個造型 非常漂亮 但這邊呢看得出來是 為了風阻 電動車 只好有一些退讓 對對 有一些旋轉 但是它有呼應它水餃護照啊 是是是是 所以其實我相信動起來的話 它就應該很有動感啦 但是我們就是看起來就是 對 沒有愛上 其實大部分Marshalli的輪圈 我一看就會喜歡上你知道嗎 非常有個性 對 因為義大利的 可是我們剛剛那台 Grand Turismo它的輪圈 就比較有造型 對 它是走三個方向的 三爪的概念 這一台應該就相對親民很多 裡面的設計也還是滿有質感的喔 你看它在開門啊 這可以伸到這麼深耶 我的手可以 你看 這麼進來耶 這麼深耶 但是其實我只要按這就好了 喔 義大利的手數比較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手可以伸到 你伸進來看看 欸 真的耶 半隻手不見耶 真的很深耶 真的很深喔 對 但是其實按 按地方是在比較外面 一半就摸到 那Grand Turismo就沒有窗框 這個呢就有 它是做不一樣顏色的搭配 喔 這是Glegale的車格啦 對 它的質感什麼的都 不用懷疑好不好 那今天讓我們賺到了 認識了吃店的Maxorati 希望他們趕快領零食牌 讓我們媒體來 代替大家好好的研究 操練一下 操練它一下 對 想知道Forgore的細節 留言讓我們知道 有機會幫大家試囉 好不好 希望明天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下次見囉 明天幫我們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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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